如果真的說到30歲的男人有100萬元的儲物很正常的話 那些中國平均年收就不是3萬多吧? 大家好,我是Jer 三兩順大學之道 就說說最近網上流出一段影片 當中說到一些中國女性的窄口條件 在影片中,一位中國女性說到要求男朋友的年收 是否要高達? 可能要成100至1000萬元? 主動給我花錢,不需要我自己去提 大哥,不是吧? 現在中國女性的儲物這麼高嗎? 基於好奇心的驅使之下 就讓我上網再找一些中國女性的窄口條件的影片 當中你就給我發現... 我不說,你自己看 對呀,今天打算和大家聊聊一下 中國女性的窄口條件是怎樣的呢? 還有,想想怎能試一分個人觀看 ? 那我下個影片開始之前 就要是追的影片到下方 繼續在 EBITDA,你可以直接幫你朋友 或者訂閱我啊 如果你想要到比較防止社群網站 那就要趕快到開始吧 那我就開始了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中國女性的窄口條件是什麼? 真的,不是開玩笑 當你們看影片之後 就會大別的觀眾 很膽敢說一句呀 在座各位,都是垃圾 - 接受老公公司只要一月兩萬嗎? - 兩萬肯定不行, 起碼要五萬 - 那你現在的公司有多少? - 五千吧 - 那你希望最像是四套房? - 幾套房都四五套吧? - 現在哪個男人沒有四五套房? - 啊!啊!啊! - 等一下,先聊一聊,先聊一下 大哥,不是! 買一個月都要吃五味 還要拿著幾個錢 - 還要是你! 首先,根據國際統計署的資料顯示 - 中國人民在2021年的平均年收入只有三萬五左右 - 也就是大約三千元一句左右 - 所以有多少中國年輕人可以達到你的要求呢? - 五十月新, 算我停四五層樓握手 - 最後是選擇你, 現在的重點是選擇你 - 而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繼續堅持用這個責任條件去找老公的話 - 也行的, 也行的 - 你就試試去模擬市民找找吧 - 人家只از幾十多層樓了, 對不對? - 月薪方面的話, 我要求也不高 - 至少五萬以上吧 - 又不行? - 剛才我以為那個女生很極端, 我想而已 - 現在五十元一個月要是一個基本條件嗎? - 我自己覺得這女生很漂亮 - 真的是 到... 如果問我究竟是否真的沒有年輕人 月入五萬元呢? 當然是賣吧!早會有的! 只要一個問題是 會多嘛! 所以如果中國女性 真的希望另一半月入高達五萬 或以上的話呢? 我覺得你最有可能的對象 應該只有兩種而已 第一種就是富二代 第二種呢 才華真代 一定是五、六十歲的伯伯 OK? 每個男生如果每個月一百萬都賺不到的話 都是廢物! 哇!太好了嗎? 一百萬的樣子 幸好女朋友不是這樣的女生 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會很糟糕 我不知道他身邊的男朋友的月薪 是不是真的有萬萬這麼多呢? 如果沒有的話 也算是蠻尷尬的 但我想說的是 當然一個人如果只是用錢去行為 一個人有沒有價值的話呢? 我覺得這些人就算了 做什麼男女朋友呢? 我覺得這種人往往都只懂得做 其實是 也不會和你同甘共福 所以你說這些人 我們來打掌嗎? 錢多嗎? 我覺得可能在18歲以前 我覺得愛情很重要 但是現在我覺得 物質比較重要吧? 你覺得這個月大概要賺多少錢? 五萬塊以上吧 我覺得 哈哈哈哈 啊?什麼啊? 又是媽媽一個樣子? 我決定自殺 不過說真的 裡面的那位小姐 其實說了一句話很正確 就是當一個人18歲之後 其實看的東西都會開始越來越現實 那知道我想說 五萬塊以上一個月會超現實的啊?小姐 你說五萬塊年就說而已 這兩個女生的要求算多低 說賣嘛 剛才的女生不是五萬一個月 就說要一百萬一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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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 所以一個月都是兩萬幾萬塊而已 中國男性既然要加把勁啦 對方沒有任何月也可以彈下來啊 我有錢啊 我有錢啊 什麼啊?不用越收 這些簡直是極品啊 是嗎?是文藍全種動物來的啊 如果說的事是真的話呢 大哥 還忙什麼呢?快點狗窗吧 機會來的啊 知道嗎? 我都OK啊 雖然高度差時 但基本上都達標的啊 OK 沒什麼事我還是回去收收肥 但最搞笑就是 這個女生之前曾經上過一些雙親的節目 就被人責問 說 其實我沒明白為什麼有一些 不論是男還是女都好 一方面又要對自己的伴侶出多方面的要求 而另一方面 自己又給不到什麼給別人的啊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就是當你對你那位伴侶有這麼多要求 但你有沒有想過 究竟你是可以給什麼給你的伴侶呢? 就像剛才那幾位女生一樣 他們都要求男朋友 都需要月日五萬元的 但如果你又不懂得加個頭細毛 又不懂得理財 又不懂得幫男朋友賺錢 甚至是不懂得幫男朋友解決問題的話呢 他老老豆豆 那我月日五萬元又如何要娶你啊? 他是不是收了錢啊? 不要玩我啦 你回家睡覺啊 帥哥 你老婆不要掛著你啊 嘩大哥 以這條件這麼特別的啊 我不用這麼說 以你覺下 如果要找一個帥哥 又聽話的男生的話呢 這個機率就是微乎其微的啦 再加上父母傷亡 再加上還有幾層樓的話呢 我之後就說一句 起床啊老婆不要再發什麼中國夢啦 不是啊 我真的沒辦法 中國每個月只得3000元 就真是很難生活的啊 但我想說 這個男生只是現在3000元一個月而已 那你不給他三年之後 就要300元一個月嗎? 所以我只是預期利用收入優的準則 去決定跟哪一個男生一起 倒不如找一個自己喜歡的男生 就只要跟他一起努力 賺1萬、2萬、3萬元一個月更好啦 500萬吧 幾百萬吧 30歲的男生 應該是幾個億吧 嘩大哥 是吧 30歲的全部都要有幾億嗎? 小姐 你們在說精蟲吧? 我真的覺得這些事太離地了 有時候在想 這些女生平時是不是想起抖音多? 看到抖音上面有很多帥哥 甚至是個個高富歲的樣子 然後就前面反而認為 這個社會上全部都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就是這個抖音 好嗎?各位 有車有房? 這樣也可以啊 因為這個世界上有貸款 我覺得都要視乎什麼地區 如果是香港的話 太收費了 不可能 但如果是中國二、三次城市的話 我相信應該都會負擔到的 應該有自己的一輛車了吧 存款的話應該有三五萬吧 怎麼有上百萬吧? 怎麼有上百萬吧? 我覺得第一個女生應該是最貼地的一個 她說的要求應該是 符合到大部分中國人的情況 第二個女生呢 就算了好不好? 100萬大樓 不如沒你嘛 如果真的像你所說的 30歲的男生 有100萬的儲物很正常的話 你中國平均年收集 不是3萬多嗎? 是不是呀? 兜皮啊你 但是我覺得現在房價太高了 如果說她自己賺的錢 要買到房 我覺得是稍微有一點困難 所以我覺得40歲再有房就可以了 30歲先用雙塊吧 大家看到嗎? 我看到這麼多女生 這一個是唯一的清泉來的喔 只一來份人又貼地 知道這個樓價很高 一來又夠大貼 知道男朋友未必夠錢 買到這麼高樓價樓 再加上的就是 他大哥 我真的覺得他不差喔 所以在這麼多人做情況之下 你想不想呢? 想呀! 你喜歡老實男生還是壞男生? 壞的吧? 為什麼呢? 因為老實的沒什麼意思 那壞的你不會覺得他很花心吧? 也覺得 所以說 人總是這麼犯賤的 不然是男和女都是 所以我們每次選男女朋友的時候 總是會選一些壞壞的 少一點跳皮的 一些人做伴侶的 而最有趣的是 當你真的跟這些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又會想他變乖、變聽話的喔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界沒有兩全其美 這是一回事的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有一段 穩定的發展關係的話 行了,不用說了 選獨鬥吧! 先說到最後 當我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我竟然明白了很多中國人躺平了 因為現在中國女孩子 原來的投票這麼高 每個人都要求有五萬多 全本百多萬 你這樣搞不定就不要認識女孩子了 我看到女孩子都掉頭走了 所以在那情況之下 從來還給她殺牌政策 現在寫一個中國女孩子 至少都要幾百萬 還說什麼生孩子呢? 最後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呢? 連續觀眾也不放棄 跟大家分解一下吧 那麼那麼多個月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一段 穩定的發展關係的話 行了,不用說了 選獨鬥吧! 我跳到韓國了 行了,不用說了 選獨鬥吧!